事前的治理策略和訓練 當然我們剛才提及過 看似一個簡單的動作 或者他們可以做到的一個小任務 當你細分下去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以及它需要的工具 所以你的技巧和要求 如何為之乾淨 例如你買屁股 如何為之乾淨 如果要做學院外虛緣 如果穿上褲子之後 再去洗手間 發現褲子是髒的 即是未乾淨 究竟如何去知道 是否買乾淨了 這些都是你的要求 即是告訴師朋友 如何為之乾淨 你都要解釋清楚給他們聽 另外我們剛才提及過 我們提及了很多眼球 艾名手快的鍛鍊 但小肌肉又如何鍛鍊 小肌肉就是無論你是 做家居任務 或者穿上衣服 什麼都是靠用三隻手指 其實家長可以試試 如果小孩子還小的時候 可以讓他用大的鉗去鉗 幫你浪衫 剛才好像不知我家長說 小人毛是浪衫 浪衫用三夾去浪衫 是不斷地用你的前衫子 去開合三夾的 所以一些完全不起眼的小人毛 完全不用錢的教具 就是三夾 三夾 所以三夾是很重要的 多些讓小朋友不斷運用前三次 另外最後我們有一個提議 就是那個小朋友 你看到在爬行的 Act like an animal 那就是訓練了小朋友的上肢 剛才我們說 如果你的小朋友有上肢的肌肉 是穩定的 關節是穩定的 坐也坐得穩一點 寫字 也不會說這樣 一邊身好像軟了一樣 那時候 為何去訓練小朋友呢 其實是訓練他爬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墊練上肢 好像是玩那些小朋友 好像人力車 你抬起他的腳 然後他要在前面 用手一路爬一路爬的時候 你繞著他的腳去走 其實是訓練他上肢 肌肉的力量 關節的穩定性 所以不要看輕這些很有趣的小活動 好了 行為改造方式了 那天我在小日梅爾的K3課室 看到老師和小朋友在做綁鞋帶 就是你們的第一個圖獎 但是你以為小朋友懂不懂嗎 不懂 準備入小一的了 兩個月之後就磨時小一生了 未懂 所以其實很多小朋友不懂綁鞋帶 那就不要緊要 穿那些魔術貼就可以了 很多魔術貼 現在什麼鞋都有魔術貼 是的 但是也有時候小朋友要綁一些東西 是沒有魔術貼的 不是所有東西 全世界所有的聖類物件都變成魔術貼 除了他要穿鞋外 其實也在訓練他的小手指引 所以不妨把他的行為改造法 就是最初不要想著他一穿就能穿到 或者綁到鞋帶 先讓一些平面的去試一下 無論是拉拉鏈 綁鞋帶 扣扭 都是的 先讓一些平面的去試一下 好像一個教材教具 好像玩一樣的 然後放進一個實物上 但是不是要他穿著的 而是放一隻鞋 在那裡 或者放一件衣服 要扣腦 或者要拉拉鏈 或者要把衣服翻好 那些小朋友除了T恤 除完就不懂得翻好件衣服 除外套就不懂得翻好件衣服 每次都要老師去幫他 但去到小學 一個老師對35個小朋友 沒有人有空幫你了 所以要鍛鍊小朋友 有這些能力 都是要逐步逐步教他 將一個很簡單的步驟測成 從平面到實物 但是不是穿在腳 到最後才穿上腳 這樣一搞 小朋友就會掌握得到 而且每一次他做到 他有一種成功感 有一種信心 他就會減低他升小學的焦慮 其實這些才是他焦慮的原因 因為他太多東西都未準備好 但是他人就準備要走進小學 好了 另外我們就說 剛才還蠻屁屁也好 洗澡也好 原來當你去解構一個洗澡洗頭 可能有幾十個步驟 那你怎樣跟小朋友 鍛鍊他、訓練他呢 其中有一種行為改造式 叫做連扣法 Chained Analysis 就是Task Analysis 就是Chained 就是一個一個扣扣著他 最初如果你想小朋友 例如懂得洗頭 你最初幾步先幫他 你幫他塗了洗頭水 然後要他自己閉上眼睛 站在水龍頭下面洗一洗 然後你幫他埋尾 但你稱讚他 很乾淨 自己懂得做 然後洗乾淨 叫他生水喉 然後他就覺得 哇 我大了 我懂得自己洗頭 雖然他最後那一步 但他覺得自己擅長了 之後他懂得去沖 將來你下一步就教他自己搓 自己下洗頭水 反過來把最後幾步留給他做 之前那些你可以幫他做 然後再做一步 你最初那幾步 你都給他自己做 這樣他越來越有信心 越來越覺得自己聰明 就整個步驟 洗頭 由頭到尾自己做 還有他知道你怎樣為之乾淨 就是說你找什麼乾淨 什麼叫洗得乾淨 沒有泡的 頭要沒有泡的 就是說你要講得清楚 但是最好就是你跟他做一次 提供適量的武術指導 然後最後讓他自己做那幾步 他就有成功感 他就願意繼續試 但不是你只叫他自己洗頭 怎麼洗 媽媽和你洗了幾年你都不懂了嗎 拿鹹液啊 拿洗頭水啊 其實他是不知道的 有時的小朋友 每天都幫他做了些事情 其實他真的不太懂得那些步驟 所以真的不是每個小朋友那麼厲害 可能你家裡那個特別厲害 所以你覺得 OK 不用 但是不是每一個小朋友 都好像你家裡的部屋那麼厲害 所以有些部屋如果不是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用這些行為改造方式 好了 到最後 我們就是說 如果每一件事他不懂的 你都幫他訂立一個小任務的目標 訂立一個目標 跟他說清楚的 然後當他做到的時候 你是去檢討 做成什麼 然後鼓勵他 獎勵他 那麼他就越做越有動力 當然 很多家長 如果你想是K3小麻牙家長 你做了兩個月時間去鍛鍊他 時間所限 你真的要有些目標去跟他訂了之後 去跟他真的下去做 做完之後檢討那個成果 好像很大人一樣 然後去鼓勵他 那麼就在短時間之內 希望他可以 準備得好一點 進去讀小一 那我獎勵 就像剛才說過 其實真的可以有些很簡單的 譬如是貼紙 但另外有些真的 可能是很容易 你就可以給到出來的獎勵 就是親子的遊戲時間 就是說 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爸爸會獎勵你 就是爸爸跟你出去玩多久 那這些是一些不需要錢 就是那個時間 但是小朋友會覺得 爸爸會跟我出去踩單車 爸爸會出去跟我吃東西 聊天 玩玩 那麼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我不知道大家一看電視 看到最近父親節的小朋友說什麼 小朋友說什麼 父親節 爸爸快樂我愛你的那些 家裡那個爸爸的小朋友說什麼 我愛爸爸 但現在是爸爸媽媽 是的 我愛爸爸 聽我愛媽媽 媽媽說這句 是不是 但是其實小朋友說過 我最喜歡爸爸出去賺錢 買東西給我 我最喜歡爸爸出去賺錢 買泳具給我 買東西給我吃 那小朋友是很自我中心 這個時期的小朋友 是正常的 不是小朋友 是自私自利的小朋友 是正常的小朋友 那正常小朋友 在三四五六歲 都是很自我中心 其實有些大人都是這樣 那所以呢 小朋友如果覺得爸爸不只賺錢 給我買玩具 買東西給我吃 還願意和我玩 那其實他會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很好的媽媽 好了 收拾書包 剛才提過了 小朋友的困話就是收拾東西 收拾書包 其實是可以很具體地 把小朋友需要放入書包的東西列入清單 然後小朋友 我們又鍛鍊了他閱讀理解 跟指示做事 不過是一個視覺的提示 或是視覺的指示 看著清單 放進去後就停 剛才跟你說過 一個小朋友一上到小學 就是跟他玩 day one to day six的循環時間表 其實真的不容易掌握 所以可能每天的收拾書包的清單 都有些少許不同 那你就跟他做一個系統出來 即是說 day one的收拾書包 是要有些什麼收拾下去的 day two 即是如果做到這麼幼小 小朋友就很難說不會漏東西 除非那個是突發事件 突然間會知道 明天要帶陶工 或者說如果小朋友跟著這些 我們叫做checklist 其實跟他打拾 你可以過了膠 很簡單地過了膠 小朋友找一支marker 一踢下去 下一個循環 他又可以抹掉 又再填歌 其實小朋友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他會知道 我只要全部放進去 就一定進去 基本上九成九是進去 他就會免除了這個焦慮